今天來到收拾這邊,就看一間三房的排屋,就是這一間的,11號 我們看看外面的環境,都算OK的,外景看起來挺新的 我們進去看看這間,這個木門,上下也有鎖,這裡是三個鎖 都算OK的,很實正 這裏還有一道門 是這樣的 電箱是上面 都算OK的,長身這些都是由客人 不知道它一進來,就已經是第一間房 所以它應該是分租人式這樣做 地先都是上線新的,長身都算是OK的 窗門這些位置都還可以,全部是Double Gleason 我們來到這邊,中間樓梯上面,然後就一個廳 大家看看吧,廳呢,這裏有些位置 Storic,放一些烏箱板,吸塵機等等 這個地面,全部都是木地板 窗門這裏呢 你看到後面的鎖不是很大 好,這裏的窗門都是Double Gleason 都算可以的,不算太差 那長身呢,都是全部油油 私領都OK,都很便宜 好,我們這裏呢,就看看它有沒有些 滲漏情況 好,先按一下 都算是OK的 都算是OK的 這裡 這裡就要多一點 這樣,這邊就多一點滲漏 所以其實也有一點點 不是說沒有的 那廚房這裡呢 都尚算乾淨的 這個波紋都應該很舊口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都要換了 去水這些位置都還可以 這裡廚房其實都很善用到空間 差不多整個廚房都用到房子的後面的牆 所以用完了 蠻好的 因為這裡是extend 了出來 原先是去到那裡 那麼在後面呢 這裡看到外牆 都不算太差 可能日後都有需要修補一下 去水那些都算是OK 去水那些盒呢 都是應該近年整下去 好 上去上面看 雙刀上面呢 樓梯也是地磚 這裡有兩個房子 我們來看看那些房子 都很簡單而已 沒什麼的 衣櫃 還有這裡有個上面有個頂 所以我去擺放一些雜物 好 這一邊呢 的窗門呢 都算OK的 那些 這個景呢 都不錯 都看著後面那些街 都尚算乾淨的 那牆身都是油油啊 都算OK 沒有什麼滲漏的問題 不過有一點點的 這裡就 有一點點的 地毯的condition呢 是蠻好的 那去這邊呢 這邊就是大房子 這間房子就大很多 大到雙人牆 這間櫃一個櫃都還有很多位 那屋頂呢 都是有一點點 啊 風 就是之前不穩過的痕跡 嗯 窗台位置都說不可以的 那它這裡呢 都有些少 可能滲漏的問題 都OK的 都沒有什麼問題 嗯 都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可能它 它是這裡 有一點點 撥了出來 大光 又不是塞的 OK 地毯又去 OK 挺好的 然後牆身都沒有什麼問題 是有一點點 一些細微的烈行 不過都橫開了 嗯 那廁所這邊呢 很簡單 這邊 企桿吧 差不多 企桿好了 好多了 它盛起了 其實這些這樣好些 下底如果有漏水呢 就容易做些 嗯 嗯 都算OK的 這裡 這裡 這個鎖上去 上面 OK 那上面還有什麼 那看完之後呢 那這間呢 它是 是 後面牆呢 可能是有一點點滲漏啦 不過就不是很嚴重 前面牆 它應該之前就修補過了 你看到它那些位 全部都是 都算OK的 那其實呢 那這一種呢 它都 看來它都是租給 學生啊 因為這裏其實都幾近學生區 這樣 分開三個房子來租 都算OK的 都算OK的 投資來說 這個都不錯的